嗨,哈喽,哈喽,今天是5月25號星期一,大家的心情怎麼樣呢? 今天是奈兒直播的第八集,如果是第一次看到的,嗨,Robin,你今天是第一個,嗨,若萱,鐵粉,哈喽,哈喽,晚安,今天是Blue Monday,星期一,大家今天開心嗎? 嗨,Sunny,你兒子好可愛喔,嗨,若萱,哈喽,哈喽,今天是星期一,然後大家有沒有很憂鬱啊? 今天是星期一吧,對,今天是星期一沒有錯,呵,好,那個,欸,我調查一下你們幾位,有沒有人會那個,Sunny,你兒子好可愛,是兒子,對,兒子,我記得是兒子吧,兒子超帥的,很可愛 沒有喔,OK,OK,好,嗯,調查一下有沒有人啊,就是對於特價品,或者是就是說去百貨公司,或者是去店裡面,如果跟你講說,欸,這是最後一件的,你會把它買回家的 嗨,豆豆,你好,是,你兒子超帥的,Sunny,有沒有人就是會對特價品,或者是,呃,就是最後一件啊,就會,一定會買回家的 不管有沒有用到都會帶回家,會有嗎?有人嗎?不會,Robin是,男生好像比較不會有這樣的狀況,但是女生應該會吧 豆豆你會嗎?就是,呃,如果在商場的時候,嗨,Jeffy啊,唉唷,今天會上來耶,呵呵呵 喔,如果需要的就會買,OK,好,呃,我們現在在聊說,呃,如果你去市場,或商場,或是7-11,不管,就是如果說有那種特價商品啊,或者是,呃,就是最後一件啊,呃,你會買嗎? 不管,不管,呃,就是說,不管,你覺得他會不會用上都會買的話,除了若萱,是有需要就會買,然後Robin是不會買,因為你是男生嘛,剛才講過 應該很多女生會經不起誘惑就買了,對不對?然後買回家,就放在那裡,那有沒有,第二個問題就是,呃,現在線上的這幾個人 你們去7-11,或是去小吃店啊,看到那個筷子啊,或是麵紙啊,或是醬料啊,你們會把它帶回家的,會嗎?會有人嗎? 欸,我,我看,我看到很多人會這麼做欸,好,我直接切正題好了,呃,今天要講的就是斷舍離,房間整理術,如果呢,呃,你處在一個就是鬼打牆的階段,或者是心情很沉重,或者是你想要讓你的心情變得就是明亮,然後做一個很果決的人的話,呃,我想呢,今天的話題可能會有一點, 會很適合你,因為呢,在最後會講,如何讓你的心情轉化,或者是,呃,有一些很神奇的事情,或者是,呃,例如說招桃花啦,或者是會有貴人,或者是等等的,就會有很神奇的事情出現的話呢,這一集你一定要參與我們,好不好?好,今天為什麼會講,會要講這個斷舍離,是因為我,呃,我在我的衣櫃裡面,應該是櫥櫃裡面,我,我找到一個,我這個, 以前那個Bobbi Brown,就是,呃,化妝品送的,然後它的質料其實很好,所以我當時呢,我就捨不得丟掉,或捨不得送人,我就把它放在櫃子裡面,結果今天才發現,呃,我有這個東西,可是你看,它已經斑駁了,然後已經,有沒有,就是台語說的已經LUX來了,可是裡面,它裡面是超美的, 是這個,是這個,我都沒有用過,但是,是好幾年了,然後,我就想說,很可惜,呃,是不是應該來斷舍離一下,呃,而且我聽到很多人,嗨,欸,我不會念那英文了, D,呃,D,E,S,I,R,E,MU,嗨,余真同學,晚安,晚安,我們今天在講斷舍離,呃,因為,最近很多人都在講斷舍離,然後有參加某一些課程呢,嗨,文勝,晚安,也在講斷舍離,呃,其實斷舍離在,我很久以前上課的時候,大概在七、八年前上課的時候,呃,外面有救護車, 希望一切都平安 因为我们家在那个 中校医院隔壁 所以常常会有救护车 好 嗨 你好 晚安 所以我在七八年前就上过某一堂课 然后接触到段舍离 那段舍离 其实是一个日本 一个日本女生 然后她在做瑜伽的时候 做瑜伽的静心的时候 她领悟到了一个道理 她是断行 舍行 离行 然后她从里面就是悟出一个道理 她在想说 那怎么样可以让一个人的心静下来 然后比较不会有那么多执着 那她发现呢 她修行的地方 就是她看到那些僧侣 其实住的地方都很简单 所以她就想说 所以人的欲望如果不要那么大 或是心情起伏那么大的话 那就把房间的东西变少就好了 所以她就回去开始呢 去把她的房间整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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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整理到就变成专精了 她现在就是日本很知名的 帮别人整理空间 整理衣橱 整理就是一个专家就对 然后她全日本都有巡回的演讲跟学生 那我们今天就来分享一下断舍离是什么 那其实断舍离 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说你们相信 就是她打个比方 就是其实乱糟糟的房间 她会剥夺我们的能量 就是你回到家的时候 其实你的家应该是要让你会充电的感觉 就好像那个水晶有没有 好像回到那个水晶洞 充电的感觉 可是如果当我们回到我们住的地方 然后如果东西很多 然后你就会觉得回去有一种压迫感的感觉 那她就好像是 譬如说前几天不是下雨吗 那尤其高雄那个下水道 就是会有很多淤泥 如果没有清理掉的话 水就排不出去那种感觉 或者是就好像是说 你的房间里面如果有很多的东西 摆在一个空间里面没有清的话 就好像我们人 我们的灵魂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可是如果我们的身体 如果没有大便的话 是不是就会觉得很不舒服 然后毒素会一直产生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然后房间也是 房间呢就好像说如果你一直堆积东西 然后你没有把它 你没有让它变得轻松 可是你越积越多的话呢 它就好像 就像好像我们人便秘一样 它也会有很多的毒素 就是残留在这个空间里面 所以它就说啊 如果乱糟糟的房间就会剥夺 我们住在里面的能量这样子 那其实如果要让我们的能量场变好的话 或者是说让我们的心情变好的话呢 就把房间就是把我们的空间整理干净 然后就OK了 说穿了它就是用一个外在的 这个外在看得见的世界去改变我们内在的世界 好那什么是 那说回来什么是断舍离 它的断呢其实是 应该这样讲 它的断舍离其实不是整理术 不是收纳术 很多人以为说 我房间来做一个断舍离 我房子来做断舍离 或者是什么什么断舍离 可是其实不是整理房间的意思 也不是收纳房间的意思 因为整理房间只是把这边乱的东西 好像排整齐 然后这边排整齐 这个不叫断舍离 然后如果收纳 你就算很会收纳也不叫断舍离 因为很会收纳的人啊 你可能就要去买一些小的盒子啊 或者是什么东西把它收纳在里面嘛 那这个都不叫断舍离 真正的断舍离是 你如果看到你房间里面 你用不到的 或者是你会觉得不舒服的 你不喜欢的 你现在就是这个 moment 你看到这个东西 你觉得现在还不会用到 这些东西全部通通都要丢掉 它不是整理也不是收纳 那所以它的逻辑是这样子的 我们藉由在断舍离 就是在丢东西 丢掉我们不需要的东西这个过程的时候 我们会顺便整理我们的环境 对不对 那你东西是不是减少了 那你东西减少的话 其实就不需要额外再去买收纳的东西来收纳 所以呢 它不是整理也不是收纳 然后再过来就是说 东西少的话呢 如果说我们东西丢掉我们不需要的 不舒服的东西之后 你的空间就会变得比较少 你空间变得比较少的时候 你会发现啊 你会变得比较爱打扫你的环境 因为一来你的空间变得比较宽敞 所以乱掉的时候呢 你就会很容易去看到你张乱的地方 你就会马上去整理 然后再来呢就是 因为你的房间没有这么乱的时候 你会觉得整理起来很舒服 像如果家里有那个机器人 现在好像很多家里都会有机器人嘛 然后嗨小琪还有Sylvia 我的断舍离 我的断舍离就是拿出黑色 倒了色带丢掉 丢完就舒服了 对没错 赞 哇 那个那个那个 阿佑你也上来看啦 阿佑你们家有在断舍离吗 我们现在在讲断舍离这件事情 好 好大家晚安 就是OK我刚才讲到哪里了 哦对机器人 就是现在很多人家里会有机器人啊 然后我的朋友跟我讲说 他的机器人好像都扫不干净 因为机器人是这样哦 他如果碰到你的东西的时候他就会换一个地方 他就会折射就像打撞球的概念嘛 所以如果你地板上太多阻挡物的话 基本上他是没有办法清干净的 所以如果你要发挥机器人最大的效用的话 你的地面至少要有很多空间让他走来走去 不然他会很K好不好 所以如果这个这个比东西少 就是减去的法则的时候 你空间变得更明亮的时候 你反而会觉得打扫很简单 然后再过来就是说会节省时间 这个也是为什么我最近会想要断舍离的一个原因 因为我打开我的衣橱啊 阿佑说我已经快被断舍离了 干嘛 你是要被谁断舍离 是被你老婆断舍离吗 阿佑的老婆非常漂亮 好 回来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的衣橱 有没有很多很多的衣服 我以前看到我很多的衣服 我很开心 可是我最近我发现 我的衣橱好耗我的时间哦 因为我不知道我要穿什么衣服 所以我就在想啊 像贾伯斯啊 他的衣服你看他就是 他就是都穿黑色那一件 有没有发现他发表演说 或者是他出现在电视上 他就只穿那一件衣服 但是他是同时买很多件 可是他不用去伤脑筋 他要穿哪一个 哈哈哈 哈哈哈 杰比尔要断舍离富贵 为什么富贵是垃圾吗 富贵很好用耶 富贵不需要断舍离吧 哦 有人要阿弥陀佛了 OK好 像衣服就是我发现说 你太多的选择在那边 就有选择困难症 所以啊我这一次的换季 我就刻意把很多的衣服 就是顺便也淘汰掉 然后有一些东西我就 我的衣橱就没有挂太满 我发现如果我的衣橱挂太满 我就觉得那个空间超级拥挤的 然后我会觉得第一个 每一天要穿衣服变得非常的困难 然后我光是思考我要穿哪一件 我就花很多时间 然后第二个 我在换季的时候发现 因为很多衣服 所以我搞不清楚我有哪一些衣服 所以有一些衣服已经被我忽略掉了 所以它也变化 就是它可能 没有被整理的很好 所以有些衣服白色的上面就变成有斑点 然后明明就很喜欢 可是因为太多了 我搞不清楚我要的东西在哪里 所以我也必须丢弃它 所以断舍离也可以节省我们的时间这样子 然后其实如果很多人想要断什么执着 有没有 很多心灵鸡汤不都要叫我们说要放下执着 施主你要放下你的执念 可是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做对不对 譬如说感情很执着的人 或者是很固执的人 或者是你现在有一件事情烦恼你 然后一直让你形成鬼打墙 或者是有一些事情有一些人物让你紧抓住不放 不想要放弃的 我告诉你整理你的房间吧 整理你的衣柜吧 丢弃一些你不想要的 或现在用不到的 或是舍不得的 你丢掉之后啊 你会发现你身边的 你会觉得第一个你身体突然会变得很轻盈 然后心情会变得很轻松 然后你的想法突然会变得很明亮喔 然后这时候你执着事情 你会突然会有叮的感觉就是 我为什么要执着这些事情 都想把老公断舍离 嗨 乔伊斯 我们现在来讲断舍离 对 好 那再过来就是 因为我为了要直播嘛 然后顺便也是自己最近要断舍离 所以我就把这本书啊 我又再翻了一次 这本书我好几年前就买了 然后呢 所以我们今天来讲断舍离 它里面的第三十五页 有一个指标就是说 大家现在需不需要断舍离 然后呢断舍离的急迫性有多少 好现在直播啊有 啊有说身为人执念难断 对所以你要清理你的房间 因为这是一个方法 对 好OK 我现在念三十五页的指标 如果啊你有三个以上的话 就是说如果你有三个中 三个以上中奖 就表示说你的房间应该是蛮乱的 那如果你中奖五个以上呢 就告诉你现在马上立刻 今天就要开始实行断舍离 就是要整理你的房间了 那第一个就是 第一个就是 好房间的乱七八糟程度一目了然 确认项目 第一个是 就算想要打扫或整理房子 却不知道该从哪里着手才好 有人中奖吗 有人中奖吗 如果有人中奖的写一 快点写一下 如果有人这个有人中吗 就算你想要打扫或整理房子啊 可是你不知道从哪里着手 好 如果有的话就写一 然后第二个就是 常常发生在房间里面找不到东西 然后会觉得很困扰的 再说一次 常常在房间里面找不到你想要的 然后你觉得非常困扰 嗨爱丽晚安 然后这 喔雨甄是一 好 然后如果你在房间里面 你想找东西 可是你常常都找不到 然后一直在想说我东西到底放在哪 这是第二个 你就写2 好 那第三个就是 说到要整理这件事啊 你都是把东西放在抽屉里面再说 就是 我现在要整理房子 或者我要整理我的房间 整理我的书桌 或者是我的厨房 我反正有看到杂乱 我就先塞在抽屉 有吗 有的话写3 这个我妈超会的 就是 就是眼不见为敬 只要呢 只要想要整理的东西呢 就放在抽屉里面 这样看不见就很干净这样子 好 这是第三个 哇雨甄有二 哇若娟不错 RAMMY也不错哦 好 第四个就是 遇上折扣的商品 或者是 最后一件商品 会忍不住有 冲动去购买的欲望 喔 SUMMY有三 如果你遇到 这个打折的商品 或者是上面说 这是最后一件了 或者是 这个Sales跟你讲说 你买 你全台湾就这一个了啦 没有了就没有了 你会忍不住就买下去了 这个是 第四个 写4 好 第五个是 我是免费的东西先拿在说这一类型的人 就是说譬如说有sample啊 譬如说你去百货公司啊 或者是 呃 刚刚讲的7-11有没有 只要是能够免费的啊 譬如说什么牙签啊 或者是面纸啊 或者是什么番茄包啦 呃 譬如说什么什么辣椒酱啊 芥末酱啊 或者是什么的 反正就是免费的 我就全部带回家就对了 而若娟不错哦 以前会 所以现在有才需要买很好 好 如果是免费的东西 管他的我就先拿回家再说好了 这个是 第六个 诶一二三十 这是第五个 如果有的话 这是第五个 写上5 有吗有吗有吗 5 好第六个出来咯 第六个就是 常常认为 以后可能会派上用场 这个东西你就被你保留了 有没有 就是你在整理你的房间的时候 或者是你在整理你的书架 不管 你这个东西你本来要丢 所以你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心里会想说 可能以后还会用到 再留一下吧 如果有的话呢 这个是第七个 有写7 余真说全中 嗨 嗨 珍珍 我们现在再讲断舍离 哦 Sony你有6 好 最后一个 若萱有了哈 好 最后一个就是 是难以割舍有纪念价值的物品或礼物 有没有 就是你的 譬如说前男友啦 前女友啊 或者是 呃 爸爸妈妈啦 亲戚啦 朋友写的卡片啊 送的娃娃啊 或者是纪念价值的啊 譬如说你去外面 呃旅游 然后买了一些什么 嗯 礼品回家当纪念品之类 然后买回家之后 或拿回家之后 放在那边 可是很久很久都没有用到 就放在那里 可是也舍不得丢 有吗 这个是1234567 这是1234567 这是第七个 是不是 这是第七个吗 反正anyway 有以上 讲的这几件 如果有三个以上的 就表示你的房间呢 是有一点乱 不是有一点乱 是蛮乱的 好 我跟你说喔 第一个是说 第一个 第一个是说 好重来 第一个 你想要打扫房间 可是你不知道要从哪里打扫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你在你的房间 或是在你的屋子 常常发现 你要找的东西都找不到 诶 到底要去哪里找你的东西 你都找不到 频率很高的话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 你整理的方式呢 就是 先放在抽屉里面再说啦 就是眼不见为近 就是 先塞到抽屉就对 Robin这个你有 好不好 Robin你有 好 再过来就是遇到折扣的商品 或者是 销售员跟你讲说 这个是全台湾最后一个喔 你就会买回家的 有这种 购物 就是购物的冲动的话 这是其中一个 然后 下面这个是 只要是免费的东西 不管你会不会用得上 譬如说什么 面子啊 辣椒酱啊 番茄酱啊 只要是外面 免费拿到什么吸管 什么之类的 你都会把它带回家 不管你用不用得到 不管你家是不是开餐厅 反正你就是先拿回去再说 好这类型呢 算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说 你在整理房间的时候 常常会想说 啊这个以后应该用得到 就把它保留起来了 这个也算一个好不好 另外一个 最后一个啦 就是说 如果你有整理到 就是这个情书啦 或者是朋友送给你的 有纪念价值的东西啦 男朋友女朋友 或是亲戚间啊 朋友间啊 送给你的礼物啊 卡片什么的 已经放在那很久了 可是也来 就是舍不得丢 这也算一项 这些都是指标 如果你有三个以上的话 就表示你的房间呢 可能是有一点点乱了 那如果是五个以上的话呢 就表示说 欸你的房间呢 可能要马上整理了 因为呢 它会影响到你的人际 影响到你的人际关系了 因为这房间越乱的话 你的 呃 就会感觉到这个 会让你有沉重的感觉 好 所以呢 大家已经知道了 对吗 嗨 雀雀 对 雁琳晚安 七 这个前往不能留 你是说 你以前前女友留给你的东西 不能留吗 好 所以珍珍你有三个是吗 所以三个就一直说 房间可能稍微有一点乱了 要整理一下这样 是这个段舍离这个 这个很有名的这个作者 他归纳出来的 好 那 已经有知道就是说 三项以上或五项以上嘛 那我们现在就来讲方法 怎么样断舍离 第一个就是 断 断什么呢 就是 不需要的东西不要买回来 不要让它进到你的家门 就是断 离 所谓的离就是说 家里面累积的东西 不需要用到的 不舒服的 所谓不需要用到是 现在用不到的东西 或现在的东西呢 你在整理的时候 你看到它 你会觉得不舒服 那你就丢弃吧 因为有一些 呃 因为物品是这样的话 它会残留一些 当时的旧能量 跟旧情绪在那个东西 如果你在整理这个东西 看到它会不舒服 或者会让你想到不好的往事 就丢了吧 呃 我有个个案 我以前在辅导一个学员 一个个案 他 呃 他 他 因为他的爷爷过身 就是往 往生嘛 然后他非常的难过 然后他留了很多 纪念他爷爷的东西 那很多年呢 他都没有办法走出来 然后我就介绍他看这一本书 那后来他就 把他爷爷的东西 衣服啦 或者是相片啦 或者是 呃 曾经用过的东西 作为纪念东西 他一把火就把它烧掉 当然在烧的过程呢 是很 就是痛哭流涕啊 然后有一些情绪上来 可是他发现 这个动作做完之后 他第二天快乐很多 所以如果你在打扫你的东西 有让你觉得 有一些比较沉重的情绪上来的时候 那就把它丢了吧 就不要留在身边了 好 然后 原来很棒喔 都没中 超棒的 嗨 表妹 表妹上来了 好我们现在来讲断舍离 好所以第一个就是 不要让 就是不要再买不需要的东西进来了 然后第二个就是 舍弃家里面 嗯 不需要的东西 现在当下你用不到的 然后不舒服的东西 通通把它丢掉 好再过来就是 重点来咯 嗯 嗯 因为家里有很多的区域嘛 有可能有客厅 你可能也会有书房 会有房间 然后会有很多的地方 会有厨房 可能你都会觉得很乱 你不知道要从哪里开始 你就挑一个最 嗯 你挑一个短时间可以把它 就是最容易的就对 最容易 最简单可以做的地方 先去做它 因为如果太困难的事情 你先做的话 你就很容易放弃 所以你可以挑简单的做 譬如说 你的钱包 其实每个人的钱包啊 不要每个人啊 大部分的人钱包 其实都很少在整理 然后呢 你可以从 对物品有记忆 会有背后的故事 对啊 弱轩讲的没错 好 你可以从整理 钱包这个小的动作 开始整理 嗯 你会发现 你就算只是整理你的钱包啊 你有很多的发票在里面 纵使 叫你丢发票 有一些人会舍不得欸 然后还有就是 你的钱包里面 还会放一些 很多以前旧的收据啊 你在整理的时候才会发现说 哇你留了很多不需要的东西在里面 对 所以光是整理钱包这件事情啊 就是一个小小的成就感 不妨你就可以 待会直播完之后 你就可以先整理你的钱包 好不好 钱包整理完之后 你的钱包很舒服 钱就喜欢住到你的钱包里面 这是真的喔 没有给你唬烂 好所以 呃 呃 先从小的地方开始准 呃整理 就是不要让你觉得很困难 然后再过来 你要给自己一个时间 就譬如说 呃 我要整理我的这个书柜 我可能打算三十分钟把它整理完 如果三十分钟没有整理完呢 那就明天再整理 没有关系 不需要一定要把它非整理完不可 因为呃这样你会觉得很累 然后一步一步来不需要太急 呃这个动作 它其实是在一个持持持续 我怎么会大舌头 持续性 这个才是重点 就是你持续去做这件事 而不是呃你做了 然后后来觉得好累 然后放弃 不是齁 所以不必急一点点的做 然后再过来就是说 呃 你在丢东西的时候 呃当然有一些垃圾啦 或者是有一些很好判断的 你就是丢掉了嘛 可是如果有一些 你在犹豫的时候怎么办呢 有一些在犹豫的时候 哈哈 哦已经有人开始在整理的太棒了 如果有一些东西会让你犹豫的啊 你可以问自己 就是说 这个东西现在 我需要用到吗 问自己用得到吗 假设你的答案是我现在用不到 可能以后用得到 诶这个东西可能你就不需要留了 因为你要很久之后才会用到 或者是说 你会有个念头是 啊我觉得丢掉好可惜哦 那这个东西差不多你也要丢了 因为呢其实 呃 只是你的想法 因为你放在那里 第一个 放很久你也会忘记你放在那边 所以呢 你都记不住 表示你也没有想起有这个东西 那与其这样你就干脆丢了吧 对不对齁 好所以你在 对于难以割舍的东西 问自己当下用不用得到 如果有福建说以后可能用得到 或者是说先放着再说 如果有这些想法出现呢 大概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 你可以丢掉了好不好 好那在丢的时候啊 假设你都把它用完了 譬如说 譬如说哈 譬如说这个我的 我的卸妆油 我把它用完了 然后我把它丢掉 那你可以跟他讲说 谢谢你 谢谢你带给我的便利 你可以感恩这个物件 那如果说呢 譬如说 有些东西你没有用完 譬如说我前面讲的啊 我这个放了很久 结果已经坏了嘛 可是里面东西都好好的 然后就是我没有 我没有好好利用它就把它丢掉 你可以跟他讲对不起 对 因为我没有好好的使用它 好所以呢 在丢这个东西的时候 就可以跟这个物件讲 这个谢谢对不起 这样子 好那最后一个重点啊 就是说你在丢的时候啊 你会遇到一个麻烦事哦 就是有一些东西啊 放在那边可能积很久了 你很久都没有整理了嘛 或者有一些是 譬如说大型的东西 你想要丢掉 你知道它的丢 可是呢 你放在那边放很久 因为要拆很麻烦 所以有可能啊 面临这些大型的垃圾 或者一些比较难整理的东西啊 你会有个心理障碍就是 好麻烦哦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放弃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放弃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 就是怎么说呢 因为是这个时候呢 你就一定要去突破它 你要坚定的抑制 要去处理这个大型垃圾 该丢的时候就要丢 对这个也是治疗这个拖延症 拖延癌的一个好方法 因为呢 其实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为什么你会觉得很麻烦呢 其实是你在逃避一些东西 你不想要面对一些东西 你就摆在那边就算了吧 所以在其他的方面 有可能你也会有这样的模式 所以你如果想要突破的话呢 就从这种你觉得很麻烦的事情 或者觉得很讨厌的事情 你就做吧 就是把它丢了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有一些东西真的没有办法放手 真的无法割舍 就像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 我的个案 之前保留他爷爷很多生前的东西 衣服啦或者是书啊 或相片之类等等的 有些人真的是没有办法丢掉这些东西耶 你越是无法放手呢 这些背后都有代表的心理因素 这个呢明天可以再来讲这个 就是为什么你遇到这个东西你不想丢 这个都有很多心理因素在里面 那个我们再说这样好不好 好 所以呢 总结 这个断舍离的方法 第一个呢 就是断 断绝 不需要东西进到我们的屋子 就是不要再拿一些免费的用不到的东西 对我知道 我有朋友他家是开餐饮宴的 所以他会去收集一些番茄酱或什么 那个不算是累积 因为他可能在第二天做生意的时候 他就用到了 那如果我们没有在做生意 然后我们会贪小便宜啊 把这些酱料放在家里面 其实也很 你没有用到或者是半年以后才用到的话 他出现了 他告诉我废话很多 所以我要快一点 好 所以就是 不要贪小便宜 有一些东西我们用不到了就不要带回家吧 然后舍就是舍去 现在 现在 用不到的东西 不舒服的东西 就不要放在那里 就把它丢掉 因为呢 你丢掉你心情也会变得比较 开心 然后再过来就是找 比较容易的事情先去动手 你不要找那个挑战很大的 那个挑战很大的 结果你做一半就觉得好困难 你就会放弃了 好 然后挑容易的 并且呢 设定一个时间 时间到了 如果没有做完没有关系 允许自己犯错 不是犯错 应该说允许自己休息 你第二天再把它整理完就可以了 重点是持续这个动作不要断掉 然后再过来就是说 你在丢东西的时候 如果遇到这个难以割舍的时候呢 就问自己说 现在这个东西呢 我现在 我现在用得到吗 如果用不到 他就把它丢了 那 如果说这个丢掉会有好可惜的想法 或者是说以后会用得到的想法 通常就代表这东西你也差不多可以丢了 好 这就是你在断舍离的时候一些小技巧 那 Ending就是说呢 很多人会把断舍离啊 当初一个修行啊 那其实 嗨 James 嗨玉如 但奈儿不喜欢把一些就是 讲得太玄虚啊 我觉得落地会比较重要 就是断舍离 你只要落地 用在生活上 我觉得那就是最屌的修行 然后 痾 再过来就是说 如果你开始啊 把你的房间 把你的空间就是勇敢的断舍离啊 你的自信心会回来 因为呢 你敢掌控你的空间 你敢掌控你的 痾 你敢 你开始主导了你自己的生活 所以你的自信心 你会开始回到你的身上 然后你突然会觉得有很有力气 痾 从你的内在出现 痾 然后你也会发现说有一些旧能量呢 已经被你抛去之后呢 你就会变得比较果决 你在判断事情的时候 就不会拖泥带水 不会想要 呃就是停一下 或留下 不会 呃就是 落里巴缩的这样子 好 所以呢 大家等一下呢 下线的时候就可以开始整理你的钱包 然后呢 接着可能从你的小房间 或者是哪里小的区域开始着手 相信我 你开始整理的时候 越整理越整理 你会越来越有成就感 然后呢 你会发现你周遭的能量开始在转动了 然后 呃会开始 好运会出现了 因为呢 有一些 呃有有 书上了 书上的例子是 呃有一些人在整理完之后 就找到他的另外一半 然后有一些人是 呃常常 就是 减肥减不下来 结果他整理完之后 他就减肥了 就减肥下来了 是不是很神奇呢 好 其实也不会很神奇啊 他也是有他的逻辑带 不过呢 这个时间太 太长了 我就 就 这边就不说了 好所以呢 其实 那儿最后一句话就是 整理你的空间 整理你的房间 其实 在整理心态 因为呢 那儿在整理我的 这个 衣服的时候 呃也是这样的 那我明天呢 也要开始来整理 我的这个书柜 因为我看我的书柜呢 其实有点不爽的 所以呢 好 我们大家各自努力 所以如果 呃各位在线 有断舍离成功的 或是正在做断舍离的 拍张照片跟那儿分享 然后明天呢 那儿也要陆续续来做一个断舍离 因为呢 欸 我觉得是时候了 好不好 好所以 老公可以丢吗 欸怎么有那么多人要丢老公啊 云儿你知道吗 前面已经有两个人说要丢老公了 所以各位老公 老公怎么了 呵呵呵 为什么大家都要丢老公 Hi Cherry Hi Hello 对啊 欸 云儿不是你 你不是第一个说要把老公丢掉的 Hi Norman 好久不见 我们现在在讲断舍离 但是呢 很不幸的 这个Norman也是人夫 欸 这里已经有三位 人妻想要把老公给丢掉了 好 好啦 那今天的直播大概就到这边 然后 希望呢 大家下线的时候 开始整理你的钱包啦 做一个断舍离 嗯 其实我觉得断舍离也是一种静心啊 静心不一定只是要盘角 或者是要做的 做的好像很端真那样才叫静心 我觉得你很认真在一件事情 投入在一件事情就是静心 好那大家就 呵 看烦了 大家就下线 然后开始做断舍离的动作好吗 那预祝今天大家都有好梦 星期一 呃 快结束了 明天就是快乐的星期二 那我们明天 八点 不是八点 十点二十分 线上见咯 OK 好 拜拜 晚安 拜拜 晚安 晚安 感谢观看